这太夫人找我呀 可算是找对人了 因为这城中的小姐呀 没几个是我不知情的 指定给侯爷找一个 顺心顺意的 夫人待我宽厚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她受此证捂 如若待在许家 就要忍受这般 那这荣华富贵不要也罢 还不如 不如离开算了 你小点声 过来 你看看你 一着急张口闭口就是离开 这是一桩小事吗 夫人做事一向稳妥谨慎 断不会这么轻易离开侯府的 可徐家人步步紧闭 夫人未必不是这么想的 那退一万步说 就算夫人顺了你的意 离开了侯府 短时间在京师 应该也待不下去了 她一个人漂泊在外 没有身份 地位的支撑 应该依靠谁呢 去吧 夫人 太夫人都对你这样 你还给她做衣服 不然呢 不管如何 先把自己做好 快去吧 夫人 要不还是让我去吧 让东青留下来陪你 也好 那火婆去吧 你这脸色出去 让人瞧见了 还以为我罚了你呢 夫人 有老虎珀姑娘了 太夫人已经歇下 不如留下来喝杯茶吧 杜妈妈客气了 我就不多留了 近日 侯爷的贴身衣物丢了两件 我得赶紧找找 免得夫人着急 侯爷衣服丢了 你们屋里不就那么几个人吗 这说得也是呀 平日里 只有我和东青 才能接触到侯爷的贴身衣物 这怎么还能丢了呢 那杜妈妈 您先忙着 我就不打扰您了 好 这腰带上的刺绣 果然惊喜 针法也颇为别致 只是不知道 傅大人会喜欢什么样的绣纹 不如 绣个祥文 吉祥如意 他应该会喜欢吧 给我搜 是 杜妈妈这是干什么 东青 你藏什么呢 拿出来 没有啊 我什么也没藏 这不是侯爷的腰带吗 东青 你说藏侯爷的腰带 你按的什么心呢 我 难不成你对侯爷还有非分之想吗 没有 杜妈妈 少废话 去跟太夫人讲去 杜妈妈 不是这样的 证据摆在面前 你还敢说 对侯爷没有非分之想 母亲 侯爷的衣物是我让东青打理的 不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不妨听东青先说一说 好 那你说 你藏着侯爷的腰带做什么 太夫人 我藏侯爷的腰带 是为了学习上面的真法 学习真法 你放着你家夫人这么好的师傅 不去学习 一个未嫁的姑娘 刺藏男子的贴身物件 说要学习真法 你觉得你这些话会有人相信吗 太夫人 我真的是为了学习真法 我想做一条 刁弩 还敢狡辩 你以为我们这些主子 就这么好糊弄吗 母亲 东青自小就跟随在我身边 他的为人我最清楚不过了 他对侯爷是不会存有非分之想的 你至下不言 我还尚未问你的罪 事情摆在面前了 我还如何相信你啊 冤枉啊 太夫人 真是那条腰带是 东青 你作为主母的大丫鬟 竟敢觊觎家主 按照徐家家规 你应立即发脉出去 不要啊 太夫人 母亲 母亲说得对 是我管教不严 还请母亲开恩留下东青 我日后定当严加管教 太夫人 您请先息怒 东青触犯了家规 是应该罚卖 不过 夫人如此看重东青 卖了她 多伤夫人的心芽 您不如先把她留下来 这样夫人也会感激您啊 要惩罚东青 可以想别的法子呀 世姨娘 我知道 东青从小在你身边伺候你 你舍不得她 好啊 你们都在为她求情 那我也不是一个无情之人 把头抬起来 倒是个没清目秀的 事宜至此 我总得给全府上下一个交代吧 不然徐家家规 往后还如何遇下 十一娘 我给你三日时间考虑 一 退出仙灵阁 帮着侯爷 纳东青为妾 二 按照徐家家规 将东青发卖出去 你自己选择吧 太夫人 这件事情与夫人无关 为何逼迫我们夫人 我就是 把东青 关净柴房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踏出一步 不然 打断她的腿 来人 把东青 拉到柴房 被订阅 不过 被订阅 被订阅